这是一个北宋的皇后陵 它的主人是钦慈 陈皇后 也就是姓陈的皇后 她是宋神宗的嫔妃 宋徽宗召集的生母 我们看一下她现在皇陵的现状 现在没有其他地面建筑 这前面是麦田 这前面的话是种的长青树 它们没有起苗 而神道上种的是小麦 在两边的话是石像生 一会我们过去看 正前方就是 它的 陵墓 先看右面的石像生 这个钦慈陈皇后陵 葬于宋神宗的永玉陵的西北方 在这周围的话 总共有四个永玉陵的陪葬皇后陵 这是其中之一 这个是望柱 其他几个皇陵里面望柱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是空马关 那马去哪了 马在这个树里面埋着了 等下我们走进看一下 可以看到马尾 就是马的前身都被这个树给包围了 这是一个石虎 这也是一个石虎 现在看这个石像生很矮 跟那个其他大皇陵比着错了很远 第一是皇后本身这个石像生就小 第二就是它的身子埋到土里埋得很深一截儿 这是一个石羊 这拿护板的是两个文官 石像生到这就没了 另外一面的话 我们一会走到那边再看看 这是镇灵的狮子 这个狮子的话 已经被这个叫成熟的麦子给挡到了 马上就要遮挡完了 就搂了一个头 后面就是它的木种 但是木种上没有标识 我们去另外一面 再看看它其他的几个石像生 这是另外一面的石像生 这前面 手捂着剑的 是五官 对面刚才的是文官 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无论是帽子神态都有 包括手 包括手上吃的剑 看啊 这个身子有一半在土里面 这是一个石羊 相对比较完整 这也是一个石羊 石虎 石虎 掉了半个脸 这个是空马关和马 这个马头掉了 人头也掉了 这个就是陈黄后陵 整体看来 不是凄惨就是凄惨 真是太凄惨 这个陈黄后陵就到这里吧 好